菲律 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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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 我想今天本席特別安排審查學生輔導法 就是因為認為學生的輔導相當重要 所以主動排進來 但是沒有想到這樣的一個安排 正好呼應了昨天發生這麼讓社會震驚的事件 其實我想 社會上這麼多年來本席很感慨 就是很心痛 有太多的反社會人格 或者是那種脫序行為不斷的發生 除了昨天隨機在捷運刺殺人之外 我們也看到作為女兒的 去磨害自己的母親 或者是做先生的 為了保險法 來磨害他的孩子或者妻子 甚至我們也看到很多作為子女的 為了自己的欲求 而來毆打自己的父母親 像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學生 也不能說很多有一些學生 他們為了情感的挫折 去傷害了其他不該傷害的人 我想部長 人格的發展跟行為態度 它是長時間的一種形塑的結果 那今天我們講教育 教育是在學校裡面必須要扮演的角色 我們對專業知識 對我們的一種社會的一個發展 以及對國家責任認同等等 這些都在學校裡面進行教育 可是欲是應該家庭的功能 家庭要擔負起欲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的輔導必須要嚴謹 資源必須要去挹注 然後做法必須要緊密 可是光是在教育系統做是不足的 所以家庭跟學校如何產生教程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們現在要好好去思考的 其實我們家庭教育這個功能一直好像長期以來 都被期待在學校裡完全可以去取代 這是錯誤的 其實小孩在年輕的時候 家庭教育跟學校教育 這兩個之間的互動 讓這個小孩在人格發展 在品德各方面能夠有好的成長 是很關鍵的 尤其是在越年輕的時候越重要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講輔導這件事情 我們同時要去想到 如何讓家長能夠來關心他的子女 在這個校園的作為裡頭 這一塊可能教育部 我們可以去思考怎麼去強化他 我們很希望家長關心的不是只是孩子考試幾分 或者今天教育會考完畢以後 我們那個成績分布要到哪一個細節 我覺得如果家長只是關心最後的 那個總結性的表現的話 那其實社會事件可能還是一樣不會再減輕 所以我希望說家長們花多一點的心思 來關心孩子的學習表現之外 再多關心他們的在生活上 情感上或者是人格上 是不是需要更多的關愛 而這個關愛呢 我們真的社會發展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其實要扮演全能角色是不可能的 所以可以跟學校好好的把這樣的一個 對自己的子弟能夠完整的照顧 我覺得今天我們審輔導法的時候 我希望教育部再回去思考 如何把家長的力量帶進來 把社區的力量帶進來 就像我們剛剛說如果要追蹤輔導 他下課之後呢 他下課之後難道老師要分成35等份 每一個孩子都去追蹤嗎 做不到 做不到的時候要什麼力量進來 什麼系統進來呢 那就社區的力量就很重要 志工的力量有專業的志工的力量也很重要 我覺得今天我們裡面有建制三級體制很好 這裡面我們有發展性的輔導 介入性的輔導跟處理性的輔導 這三級是一個正確的觀念 可是真正執行的時候的盲點在哪裡 也就是說個案到底在哪裡 然後這個個案願不願意走進我們這個輔導團隊 還有我們的輔導團隊只是在輔導室裡面 安排在校園裡面最安靜 注重隱私權 然後在那邊可以喝咖啡 很舒服的一個談話環境而已嗎 這些人 這些機制可不可以走出去 把這些個案或者是有個潛在危機的 這樣的一個預防的對象可不可以帶進來 還有帶進來以後 他的輔導頻度應該怎麼去強化他 也就是說輔導人員在判斷 他只是意識情緒的反應 還是他真的是需要多方的協助的時候 這個頻度馬上怎麼樣 把行政程序做得最簡化 把人力趕快建置進來 我覺得這種警覺性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部長我想這個是我提出我的看法 對 我想我簡單回應一下 您剛剛談到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這邊之間的互動 尤其在我剛剛講小孩小的時候其實要強化來做 這個時候如果塑造的比較正確的想法或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問題未來就比較少 同時教育也確實不是指中的治癒 我們說是德制體訓美無欲均衡的思考 這個也必須在教育 在家庭教育在學校教育裡面共同的一起來做努力 剛才進一步您特別強調的怎麼落實 這個關鍵 剛才跟這個陳委員沒有機會講得清楚一點 其實每個學校針對這個相關的機制 不管三居立房從導師到輔導師到進一步的這些 其實都有相關的配套 可是這個配套如果能夠做得非常透徹 非常落實的時候問題會減到最少 當然也不表示說一定不會發生 可是我希望我會進一步剛才答應去做的檢視 會讓這一個所有這一些相關的機制 每個環節上如果真的是可以進一步落實的進去落實 甚至是不是可以再加上新的一些環節 可以再去檢視過去的我們這個三級預防的這些作為 是不是還有不夠的地方 我想這個我們會來做努力 那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個案 中間過程確實也資訊也取得了 也做了一些處理 可是這個處理竟然沒有讓它最後發揮最大的功效 那這個其實是我覺得是相當遺憾的事情 對 我覺得那個行政通報的這個時間要縮短 通報 還有就是介入的時間點 我們寧可嚴謹 不要放鬆 這個事情跟平常的事情不太一樣 那另外 我是認為從十二年國教 我覺得大家都 都可能不要去忘記初衷 我們為什麼要推十二年國教 這個十二年國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讓每一個孩子在他的性向 興趣 興趣 能力 興趣 能力 都可以在這個最近的地方就可以去發展它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要走精英教育 就算是精英 也必須要建築在博雅教育之上 是比較多元的精英的考量 對 是多元的精英 所以不是在治癒 不是唯一的 所以我們要各取所示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這個確實是同意委員的意見 好 那十二年國教第一次教育會考已經結束了 您給這次的工作打幾分 整個教育會考的所有工作的安排 所有的規劃 所有的準備 跟實際到考大概有98點多Percent的 整個情況來說都還算不錯 可是當然事實上也有一些少數的違規事件 不過沒有重大的違規 所以整個應該算是圓滿的完成 可是當然進一步的對於成績未來怎麼公布 最近有大家的關注 我們也會儘快的能夠在這一週之內 能夠完整的跟所有的入學區 在做進一步的溝通以後 能夠做一個明確的確認 因為我想要讓家長放心的 能夠去做選田志願的工作 那這個我在這邊一定會很明確的跟大家這樣講 這個資訊一定是公開透明 讓大家可以在選田志願的時候 可以做適當的 而不至於說像瑕疵摸象完全不清楚 所以這部分很明確的 那當然現在有些區 可能要求的更精細一點的資訊 那這一部分我們正在協商 希望是能夠最後有一個共識 能夠一起來做處理 好 我想這是針對整體的發展性 你做的說明 但是我覺得執行上 可能就像音聽播放這些事情 我們都編列了預算 可是還是有教師在故障 這個明年不可以再發生 還有我是認為 教育會考跟之前的基策 有不一樣的一個功能跟訴求 我覺得這一點 教育部還要再好好的跟社會大眾做溝通 讓大家了解 因為我們的會考是針對孩子學習之後 他的表現他是在精熟的情況 還是他真的是代加強 對 他如果是要代加強的話 這個以後是到他進入的學校之後 他需要被輔導的 可是像這個補救教學 如果沒有參加會考的學生 那麼他如果沒有參考依據 那學校們要怎麼去針對這些沒有會考的學生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有執行面上的一種遺漏的地方 另外我最後期許教育部長 我覺得家長跟社會 可能對新的制度會有疑慮 他們會害怕 這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教育部絕對不要去忘記 你是在教育政策最高的一個層級 你要帶著大家穩步的向前行 慢慢的走沒有關係 方向絕對不要迷失 如果沒有迷失 你一定可以走向我們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基策跟會考 總是要回到十二年國教的精神 所以這也是教育部該要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希望您可以拔持這樣的原則 謝謝委員剛剛特別的指教 我想我們會在這個方向上 堅持這個基本十二年國教的基本精神 也務實的讓這個資訊 讓家長可以知道 對於他選田資源能夠有所注意 這個兩個找到一個合適的一個平衡 我想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謝謝 謝謝部長請回座 謝謝陳委員 謝謝住人 謝謝as UR Hamb 太了啊 謝謝老師 謝謝唱 我們的國會